5月7日,Puffin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叫做《判断美国银行体系与就业健康与否的一个视角》 银行存款 当时Puffin有提出 目前无论是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度不高 还是坏账率都很低 都与企业和个人有大量的现金 有大量的储蓄有关 那么这些现金和储蓄 其实就是银行里的存款 截止到4月底 美国银行业的存款达到了18.14万美元 年同理增长6.3% 周环比增长0.3% Puffin当时有过一个推论 就是一旦存款的数据出现了拐点 那我们距离坏账的拐点也就不远了 而上周五 美国公布的银行业数据 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这个数字的拐点来了 还有让人更忧心的数字 预示着经济减速甚至衰退 恐怕真不是喊狼来了 而是狼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周五发布的银行业相关数据 首先银行现金资产 持续减少 目前银行现金的资产已经连续6个月下降 上周更是周环比下降了3.4% 显示金融体系的银根进一步缩紧 而我们看银行业的贷款情况 目前企业贷款在加速上涨 我们看企业贷款上周周环比上涨1.4% 显示企业的流动性在减少 在加息的环境下也被迫要增加融资 我们看信用卡的贷款 目前是保持着快速的上涨 上周周环比上涨0.4% 显示居民的现金在减少 对信用卡的贷款需求在增加 而我们从更大范围来看 消费者贷款整体的增速则更高 上周周环比增加了1.9% 显示目前居民正在加速加杠杆 不过从贷款的整体不良率来看 最近几个季度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第一季度只有1.24%的不良率 低于之前的1.31% 是相当健康的 而且是低于均值的 不过低于均值也就意味着 这个现象是不正常和不可持续的 Puffin在5月7日那期节目当中 也和大家聊过 我们需要高度关注贷款不良率的变化 一旦贷款不良率的数值出现了触底反弹 并且快速地向上跃升 由于贷款不良率的反应 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所以届时经济增长的放缓 以及衰退可能已经很严重了 从周五公布的数据来看 贷款整体不良率仍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而且并没有出现拐点 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也处于历史很低的水平 第一季度只有1.06% 低于上季度的1.12% 企业经营目前总体上是非常健康的 不过上周五公布的信用卡贷款不良率 这个数字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已经持续一年上升 并且近期又加速上升的趋势 第一季度 信用卡的贷款不良率达到了1.73% 高于之前三个季度的1.63% 1.54%和1.18% 这显示过去一年多的高通胀 已经开始侵蚀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开始令他们的财务状况发生弱化 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消费 从而拖累经济 从消费贷款不良率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的佐证 第一季度 消费贷款不良率为1.64% 略高于上个季度的1.63% 虽然没有大幅度的上升 但是触底反弹的迹象已经很明显 另外我们来看银行存款 目前已经连续四周下跌 上周下跌了0.4% 高于之前一周下跌的0.2% 从上面的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到 消费者信贷总额增加 坏账率上升 银行体系存款减少 这一系列的数据结合在一起 明确地说明 依靠信用扩张的消费 目前正在支撑经济 不过这个支柱已经不稳了 在高通胀造成实际收入减少的情况下 对于消费的拖累将逐渐显现 并且一旦形成趋势 将是旷入持久的 由消费下滑引起的美国经济减速 甚至是衰退 这批狼已经在路上了 对于消费下滑引起的